3號強風訊號現證生效 天文台說 現在本港普遍吹強風 而受到彩虹的雨大影響 狂風遮雨將會維持一段時間 而大風暴彩虹夜晚集結 在本港西南大約360公里 向西移動 時速大約18公里 而向海南島 胡天行現在就在大埔 天行 天文台改發8號列風或暴風訊號 的機會大不大 天文台說 彩虹現在正以偏西方向繼續移動 如果按照這個途徑繼續移動的話 彩虹應該不會進一步接近本港 所以改發8號列風或暴風訊號的機會 就不是那麼大 不過天文台就預計 本港未來幾天會有狂風大雨 詳情有洪一文報導 熱帶風暴彩虹逐戰而離本港 不過夜晚風勢強勁 旺角有舖頭的帳篷被大風吹起 詩文就越常外出 行人專用區都人來人往 天文台就說 根據彩虹的移動途徑 跟本港的距離拉遠了 預料改發8號列風或暴風訊號的機會不大 是繼續相當穩定地採取一個偏西方向移動 時速都是18公里移向海南島 按照現在這個預測路徑 它會繼續向西方向移動 所以需要改發8號列風或暴風訊號的機會 就相當小了 天文台預料彩虹會為本港這兩天繼續帶來強風 亦有狂風遮雨 周末的天氣就不穩定 會間中有雨 亞洲電視記者洪已問不到 雖然風應該打不成 不過在市區這裡 間中都會吹著強風 天文台就說離岸或高地 間中都會吹裂風 所以在風未走之前 大家都應該不要掉以輕心 繼續做好防風措施 這些文台亦預計 這個彩虹的外圍雨帶 在未來幾天仍然會繼續影響本港 所以明早上班上學的市民 就記得戴上八隻了 這部報導不行了 交給你黃亞瑜 謝謝胡天行 而澳門仍然懸掛3號風球 風勢比較強 晚上市面平靜 行人都比平日少 澳門氣象局 就在下午5時45分 改掛3號風球 氣象局預計3號風球 會維持到星期四的早上 改掛更高風球的機會不大